欢迎收看金灵天下在耶旦节前夕 全球两大贸易走廊 包括巴拉玛运河跟苏伊士运河 却同时的受阻 这让全球的贸易现在是拉紧爆了 甚至也让全球的供应链 可能会因此出现危机 这会不会导致通膨再度升温 甚至影响到消费买气 因为金品我们看到香奈尔的部分 他说接下来恐怕要迎接 2024年这个景气会更加艰难的一个局面 不过巴龙周刊却说 在美国11月份所公布的非农就业的数据 其实是高于预期 而且薪资的增幅也在增加 所以认为美国联准会 如果说明年要大降息 这样的情况恐怕是很难会出现的 另外在中国大陆11月份的CPI 年减的幅度百分之零点五 比前一个月要增加了零点零三个百分点 这也显示说 中国现在通缩的压力 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了 而在台股的部分 在过了前高之后 现在陷入了盘整的一个格局 目前现阶段有哪些低基期的转机股 可以逢低布局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欢迎邀请到资深产业顾问陈子昂 菲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会是专家李奇展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许峰璐 大家好 我们先请教威良 巴拿马苏伊士运河 现在是同时受阻 那么现在在耶旦节之前 全球运送货物却出现了危机 会不会导致通膨再度升温 全球最主要的贸易廊道 就是巴拿马跟苏伊士运河 根据统计 从亚洲到北美的运输 大概一半以上的船只 是必定要经过 这两条运河其中之一 我们其实观察到 这个巴拿马运河 目前所面临的情况 可以说是从1950年以来 最严重的干害 所以水位降低以后 当然必须要限制 船只通行的数量跟吨位 所以从今年大概7月开始 官方政府其实就针对 这个通行的船只 做出每日限量的一个政策 以现在来看 大概每天通过 从大概36到38艘 然后已经要降到 逐步看起来是来到22艘左右 明年年初可能还要再调降到18艘 所以你当每天能够通过的船只 已经数量少一半之后 如果再没有经过排队预约的话 可能这个船型通过等待的时间 还要更久 甚至可能拉长到两周以上 整个货物的运输 就会因此受到塞船塞港的影响 进一步就必须要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 所以现在有一些运输比较急的需求 那就必须被迫去选择其他的航线 当然这个其他的航线 势必就会拉长航行的时间 然后增加航行的成本 这个部分其实船商的应知到 因为既然是极箭 所以他就会去调涨所谓的附加费用 然后再把这个费用转嫁给客户 客户因为他需要运送物品所以先买单 但是到最后其实这个涨价的部分 还是会反映在终端产品的价格 所以这个就会反映在 大家正在迎接这个耶旦结旺季 可是一旦碰到运输的供给不足的时候 可能会让运价的走势 会有一点慢慢垫高的压力 如果甚至再恶化下去 变成有一点失控的话 这个当然也会是另外一个影响到通膨的关键要素 还有我们看到33年前 在1990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小时候都会看过有一部电影 这个是圣诞应景的电影 叫小鬼当家 还拍了很多系列 当时在戏中的这位主角 小男孩当时他只有8岁 剧情里面就演了 他一个人到大卖场去买了很多食物 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当时其实他总共买了这么多东西 像牛奶 果汁 面包等等 通通加起来大概只花了19.83美元 不到20美元 20块有找 就有媒体算了一下 假如我们现在一样开出这个采购清单 按照当时的剧情 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们也去卖场买一下 在去年的话 大概去年耶旦节 你要花44块钱以上才买得到 到今年你要花72.28美元了 长这么多 所以比起33年前足足暴涨了2.5倍 所以这显然看起来 很多物价真的是回不去 而且这个涨幅 不算出来的话还真的不知道 真的是非常惊人 远超过想象 这个其实物价的上涨 再加上部分地区或国家经济的疲软 当然也会冲击到很多的民生消费 除此之外 可能也超过大家想像的是 大家常常觉得在金字塔顶端的奢侈品 他们可能比较不受到影响 感觉好像都是有钱在掏腰包支持的 可是继之前的LV还有Burberry之后 事实上香奈娥也提出了警告了 他甚至认为明年将会是面对 更艰辛的一年 为什么 因为其实香奈娥他们观察发现 当然他们还是有很多死忠的客户 你看这个肥鱼摁得那么大声 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你也是其中 这个死忠的客户之一 但是他们发现 他们真的很多大客户 消费力很强的 还是不断的大肆采购 可是对于整个精品业来说 你不是只光拥有这些 高消费力的族群就够 还会有一些人 可能在一些特别的时候 他会首购第一次来买 庆祝自己的也许20岁生日 或庆祝自己的第一次升官加薪 或者说庆祝老婆的生日 或结婚纪念日等等 首购的族群 或者是那些偶尔购买的族群 其实也是能够让他们的业绩 保持一定稳定成长的关键的动能 可是现在这一块市场 快速的不见了 当然只剩下的就是 那些真的是不断的采买 口袋生不见底的顶级消费族群 这些顶级消费族群 如果我们抓 就是消费力最强的 前两个百分点的这些消费者 金字塔的顶端 其实大家可以撑起一个奢侈品品牌 大概40%的销售量 很厉害吧 40% 对 这就是2%跟40%之间的关联 可是问题在于就是 剩下的60%还是受到了影响 所以从刚刚所讲的 卖场的东西 便宜的东西也变贵了 奢侈品 其实它的一个销售 也受到一些考验 所以巴隆周刊就提到 如果说物价有这样子持续 居高不下的压力 到底美国联准会 有没有在明年大幅度降息 这样的底气 这一个礼拜 我想美国联准会就准备要开会 除此之外 欧洲央行还有英国也都要开会 其实这三大央行 大家目前应该 一致的共识都认为 就是不会再升息了 所以其实对于明年利率的走向 现在大家在讨论的 基本上也不是到底会不会降息 而是几月降息 降息几次 从11月美国联准会 开完会议之后的利率点证图的预测来看 明年很可能到年底之前 会降息两次 各一码也就合计降两码 但是如果从利率期货的预测来看的话 明年是可能会降四码 不论是两码或四码 两次或四次 无论如何降息应该已经是形成 市场的共识 但是大家也千万不要把降息 视为是好像股市的大利多 因为如果说真的是采取连续性的降息 这反倒又是暗示这个经济可能 比预想中的还要更疲软一些 所以我想其实就如同之前 在讨论升息的议题 未来降息变数还是很多 不过至少从停止升息之后 到第一次降息之前 也就是在今年的7月 停止升息过后 到明年正式降息之前 这段时间应该会是投资股市 相对比较安全的黄金时期 好 现在美国还是要担心 通膨接下来的一个影响 不过在中国大陆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通膨的情况是不是更严重了 他们最近公布的11月的CPI 不只是连降两次 而且降幅还扩大了 对 通膨比较像是 偶然出现了一场噩梦 睡醒了就没事 但是通膨是更可怕 醒不来的噩梦 因为通常我想其实通膨 它可以持续的时间真的是 甚至长达几十年 就像过去的日本 现在这个现象 就很明显发生在中国 其实以中国11月份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 是年减0.5% 而且创下三年来新低 生产者物价指数也是年减 而且降幅还扩大 那么不管是CPI或PPI 同步的年减跟月减 这个情形在历史上 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从数据来看 现在中国的确已经陷入了 通缩的泥造 因为大家整个消费的动能 其实都受到影响 然后经济疲软失业率的增加 所以现在看到 过去很多以中国市场为重心的 一些品牌业者 陆陆续续的都必须要调整 营育策略了 包括像欧莱雅或亚斯兰大 这些都是全球一线知名的 美妆品牌大厂 这一次在整个中国的 双11的购物节 其实他们也应景大打折扣 打折 打几折 打到骨折了 都没有用 其实打了6折 6折很多 对美妆品来讲的话 这个价差就非常非常大 在台湾有时候 85折 9折大家都抢翻 对 就表示说 其实你会发现 他们已经也不敢在中国市场 摆出过往的那种高姿态 那也希望趁着年底这一波 冲一下全年度的业绩目标 结果都已经打折 打到骨折之后发现 促进销售的成效 真的是几乎微乎其微 无济于是 看不出有什么实际上的效果 发现到其实 现在因为也没有办法再给予更大的折浪了 因为其实毕竟品牌它的各种成本也很高 可是打折显然已经没办法去刺激消费的欲望了 另外韩国的化妆品的龙头 艾莫莉太平洋 其实在去年以来 它也大幅度的从中国测电 本来它在中国的连锁的门市 大概有800多家 现在官道只剩下大概100多家 所以显然就是目前看起来就是有准备好 要逐步的淡出中国 更直接来看的话 韩国著名的面膜品牌春雨 已经直接在官方网站宣告 就是要结束中国的营运了 直接结束了 对 以前大家都想说 中国有14亿人口 每人买一个口红 或每人买一个面膜 这个商机有多大 但是现在看起来 整个消费力不见之后 其实与其在那边当地不断的烧钱 其实再大的品牌或再大的公司 这个时间拉长了之后 经营的压力其实也是十分的沉重 其实如果化妆品 或者说保养品 大家还可以选择相对平价的产品 来使用 来替换 可是更严重不能替换的是什么 医疗保险的支出 这个其实就会 生涉到整个社会保险 社会安全的机制了 中国的医保 过去20年的费用已经涨了37倍 我们就讲不要讲那么长 如果从2018年以来 中国医保的基本保费 其实就已经涨了一倍 可是同时间最需要 国家来保障的像农民跟工人 他们的工资只小小的涨了24% 所以你的薪水的增加幅度有限 可是你面对这么重要的 医疗保险的支出 却大幅度的增加一倍 当然负担不起 所以大家只好 很无奈被迫的退出保险体系 所以从去年来看 去年2022年的数据 就有高达1900万人 退出了医保的体系 那这些 将近2000万人 你想想看 这未来他还是会有生病 还是会需要就医 可是国家政府却没有办法 妥善照顾这些社会的底层 因为政府的债务 其实是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可见是真的还没有钱 才会连医保都退 对 政府没办法去帮忙补这个洞 所以现在中国的社保体系 看起来就是已经有 面临要崩溃的危机 另外所以年轻人面临现在 这样子的生存环境 薪资不高 再加上失业率 其实在之前还有公告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是屡创新高 所以年轻人只好去 多找几份兼差的工作 求个温饱 但事实上大家发现 如果说你多找几个工作 来兼差的话 加起来这些薪水 可能也没有比正值来差 而且时间能够更弹性 只是说当然这些工作 比较没有那种安稳性 这个其实对长期来看 一个人的 他的一个心理上面的安定感 还是有差 比较不敢 比如说去结婚娶老婆 然后生小孩 另外因为整个社会治安 也会随着经济的变化 受到比较大的考验 会比较容易动荡 所以现在中国也在大局的遭受 包括警务人员 还有网格员 这个网格员就是所谓的 在地方去维护一些社会治安的 这样的一个 类似安保的人员 那这部分的一个支出 工资 其实加起来 这个一年度 就超过八兆人民币 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沉重的负担 大概税收的四成 都用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治安 中国的失业 中国的通缩问题 都值得我们去做留意 好 刚刚微量到 我们看到是在中国 经济现在更是面临到 严重的通缩问题 也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 现在复苏乏力 再加上美元的部分 持续升值 让人民币 其实齐展今年以来 贬值的幅度 已经超过了3% 但是大家觉得人民币 明年下半年有一个机会 最主要是大家也预期 刚刚也有提到 严重会接下来可能会降息 那么美元就会直升 那么人民币 可能会出现反弹吗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不过不是马上 就像刚刚其实委员就讲了 蛮多现在中国的一些 比较负面的新闻 但是有时候行情就是在绝望的时候 像今天中国股市是不是 想要拉尾盘 到底能不能冲上去 不知道 但是知道什么 有想要冲上来 所以我们来看 现在来看人民币的走势 但是近期人民币表现 确实是比较弱的 这个是美元兑人民币的日K 往上是这个美元走势 也就是人民币走贬 我们看这两天 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贬势出现了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除了上星期 他们被新民机构调降了新民展望以外 其实在美元在反攻的情况下 当然比较弱的市场就被抛售了 尤其是美国就位数据表现不错 让美元指数有一波反攻 大家其实亚币原本反弹得好好的 相对什么 其实台币或日币还算有撑 但是人民币就特别弱 所以我会这么说 他们认为人民币在明年下半年有反弹 主要原因是因为经济有机会止跌 中国有机会用经济止跌这个方式 配合美元降息来反攻 但是这个不是主攻段 比较像是跌升反弹了 所以如果你要摸底 可能明年会比较好一点点 尤其是如果你以利率来看的话 可能美元利率应该还是比人民币高蛮多的 所以可能要以价差为主 利息方面可能不会有太好的收益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到台币的话 台币间盘中有一度重扁超过一角 在今天扁破30亿块5 当然大家在先前也说 中国被降频 那么影响到人民币走软 其他亚币不会被拖累 稍微会 但是毕竟是间接的 尤其台湾其实觉得 其实明年的经济会不错 加上之前也跌比较深 我们看如果是美元对台币来说 其实今天来到3.5左右 但是其实还没有破到3.6上方 所以你说台币有没有拉回 有 但有没有很弱 其实也还好 所以我会这么说 如果你美元对台币来说 我们可以抓一个短线的 大概是3.22到3.65左右 我们看这个区间 只要这个区间没破 就表示什么 它在横盘整理 其实盘整对于我们比较有利 因为其实不管是出口 你说这个出口台币如果重挫 有资金外逃的压力 资金热钱走的压力 你说真的对股上好像又没有很好 你说台币强升 这个出口率好像又糟糕了 所以可维持一个弱势盘整 在3.2到3.65之间整理 会是一个不错的格局 那接下来就是看两件事 第一件事 美国在这个星期 星期四凌晨的三点钟 到底对于未来的经济展望 会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说明给大家 但是如果可以支撑美元的话 重点就来挑战这一块 大概是32整数 到32.1的前波压力区 如果这边能过 其实美元后续还有上攻空间 第二个来看一下这个 美元对日币 其实日币是要心情非常强 大家会想说 既然日元便宜的日元 是不是年底就要拜拜了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是有可能 不过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就是这个星期四 第二个是下个星期二 日币要开会 对 没错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 你把它画这边 大概 这边大概是147 只要这个147 能够贬回去 例如说美元对日币 到147 148 149 不要有什么 日币慢慢的回贬了 如果没有 一直在147 你看145 那日币大概有机会慢慢走枪 为什么 很简单的概念 因为这一波 大家去猜说会不会下个星期 日本亚航给你偷偷升息 那升息幅度不一定高 会这么快吗 其实有可能 因为他们的行长跟副行长 都有点在放消息 事出紧缩的消息 对 没错 所以先过日美国利益会议这一关 我们讲一个疯狂一点的 如果这一次美国利益决 他会给你升息银马 那你就不用管日币 到底不会升息了 你怎么样都不会升银马 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日币就走扁 但如果日币没动 接下来就要看什么 美国这边没动 接下来就要看日本亚航 过去的经验 他们有可能在礼拜五 或六日或礼拜一 稍微给你一些升息的预期 让市场慢慢消化 不要说我真的心急恶忽然给你升息 就算只是0.1个百分点 他还会吓一跳 所以他会给市场慢慢去消化 所以第一个看147 第二个过了美国这一关之后 看这个礼拜五六日 看看日本这边会不会有消息 如果慢慢给一些升息预期 日币这边就有走强的机会 不过接下来这些亚币走势 还是要看美元指数 接下来怎么走 刚刚也有特别提到 现在市场预期明年可能 在美国降息的次数 可能会达到4次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对美元甚至是美股的后市 期长会怎么看 好 我会这么说 如果真的降息 大概对美元是比较不好的 对美股不一定好 我先跟大家讲答案 但是我们先看 对美股也不一定好 不一定好 不一定好 因为看原因 降息的原因 因为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我们透过美国利益期货 直接去算 大概什么时候会降息 降息的幅度会多少 很简单 这一次 因为其实在星期五公布 非常强的就位数据之前 市场是觉得明年搞不好 会降息五次 五次都有可能 对 那结果公布很好的机会数据之后 大家觉得那可能五次不容易 可能就四次 而且降息的时间点延后了 原本是觉得可能三月就要降了 那现在延到四月或五月 那大概 目前看起来 可能如果四月降一次 六月降一次 九月降一次 十一月降一次 所以你大概抓第二季期 可能一季降一次左右 那降幅明年总共降四 好 那你知道了这样的概念 那重点就是在四月 为什么要降息 好 那很简单 如果今天美国的经济 像第三季一样 这个年率超过5% 美国要干嘛要降息 不需要 经济可能过热 那表示什么 一定是经济没有这么好 所以它需要 不管是预防性降息也可以 才需要降息 或者是出现什么危机 真的经济整个下去 趕快降息 甚至一下就降到五六七八码去 那那个时候 可能股市就表现不一定好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看美元指数 好 那美元指数就是一样 从七月到目前的走势 那你说它很弱吗 其实还好 如果跟七月初的99.578比 它好歹是连续冲了好几个星期 到107.348之后才修正 但是它修正幅度比较大 你假设从9.578到107.3 这边的低点目前出现在 上上星期的102.4 那当然大概回档了60% 那其实还算可以接受 那目前很简单的概念 你可以抓什么 这一波谈起来 在上星期有了到104.263 至少什么 开始在这一段主底了 所以如果美元能够在这边主底 配合这个星期四 联准会没有很放空 没有很给你这个可能会很快的降息 没有给你美国经济数据要转坏的预期 甚至是可能 因为这次会公布经济展望 这次公布经济展望告诉你 我们这次不升息可能延到明年 那概念就不一样了 因为其实之前他们是觉得 年底前可能会再升一次 再升一次 对 然后明年就会降息 对 可是如果没有呢 不小心明年才升 那市场预计又不一样 它有可能先冲上去 然后看经济不好再下来 所以我确实认为 如果美国持续降息 美元这边确实有往下的压力 但是要看原因 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 S&P500美股的走势 好 那为什么我会说 其实降息美股不一定差 不一定好 原因是什么 这一次礼拜五 礼拜五就位数据好 过去大家会把好消息 解读成升息压力 变坏消息 股市一定要下去 可是你看上礼拜五 S&P500其实是创新年高的 对 明明就位数据这么好 对 那表示什么 大家认为经济好 大家不用担心 好消息就是好消息 对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 比较重要 因为如果你是经济好的升息 其实你不用太担心 因为中间的修正 会因为企业获利增加 会因为 例如说可能科技的大赚钱 所以他会发货很多钱 所以大家有钱 大家可以继续投资 大家的就业市场好 这件事情反而没问题 可是如果接下来 真的开始降息后 市场发现 真的降息原来是因为 经济成长失去动力 或者企业获利下降 或者是经济衰退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是对股市比较不好 虽然可能有短线上的 这个叫做从资金紧缩 变成资金宽松 那有让股市反空的机会 但是事实上长期来说 对股市不一定好 好 刚刚起展 但我们看到 是在美股的一个部分 不过接下来 大家来关注的是在台股 台股在过了前高之后 在最近似乎又陷入了 盘整的一个格局 我们要请教风路 如果说现在台股一直在盘整 在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要开始去展望明年 有哪些机器比较低 那么明年很有展望的一些个股 可以趁这个时候来减便宜 其实近期我们可以看到 指数来到17400点之后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成交量一直没办法有效放大 这边要攻过去 大概就是两个事件 第一个 我成交量可以放大到超过4000亿 4000亿以上 它量滚量就可以把它架在往上攻 第二个关键就是 刚刚其实你特别提到 肺德到底要不要升级 还是要降许 对 礼拜四 大家也都在等 因为这个很重要 你要是说你到时候 说你想要升级一马 那怎么还得了 马上股市就往下跳水 对不对 你要是降级 那当然也害怕 是因为经济不好 那也马上跳水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所以大家都观望 所以亮也说 所以礼拜四最好的状况 就是还是维持暗并不动 那是最好的 可是在礼拜四之前的股市 你可以看到内容 它其实控盘控得非常好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里面 从政策题材股来讲 其实最标的就是之前的生计股 然后就有看到了重点 那我从这里面再去找 国际股市有在那边 做联动的话 像上礼拜五有创新高的 其实是在波音 这比较特别 波音比较特别 那我们再看几个新闻 第一个像泰国航空 跟美国飞机在那边波音 恰购飞机谈判进入 深入谈判阶段 他大概要买80台 787梦幻客机 大家知道现在你去泰国 真的很多人 人很多 每天飞机不断的降落 飞机上升下降 而且当地的整个旅游业 全都大复苏 所以他要开始买新飞机 只有他买吗 不是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 胡正江八日会见 波音研发部门资深副总裁 其实现在很多 美国大企业的这些总裁 高层都拼命跑到 中国去要订单 他说欢迎波音继续生根 美中经济现在最近 其实都有在做一些谈判 对不对 既对抗又要合作 那其中 这还是照样跟波音在订飞机 还是要订 你不订 我跟空八买 我就损失很大 而且飞机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体 但是它整个的供应量非常多 你看你制造完难度很高 我觉得航太股 应该是机会来了 位置低 我先讲 17400点 你去追高很容易被电 很容易不小心它就大增大 像最近公布营的时候很多股票 利多出来反正直接就下跌 利多出境 获利实现 对 位置高了 来 长龙航太它主要就是 飞机的维修 它也是波音的供应链 最重要是基础面底部打出来了 这底部左肩右肩 季线站上 整理很长一段时间 整理很久了 对 对不对 今年三月份 它其实有走一波 到五月份 它有走一大波行情 你看现在整理了这么久 重点看到这里 这个季线扣底在这里 不出三日往下一降 季线有个惯性 左下 季线就翻扬向上 所以这里我来看到 营收公布之后 它的十月营收其实月增年增 其实很好的 然后再来 保一 它也是飞机的一个 主要的飞机起落架 它的大客户也是谁 也是波音 对不对 像这个MaxLib这个机型它也有 然后它也有空八 也有空八 对不对 它其实飞机起落架 它的基础形态 你能不能发现它们都一样 左肩右肩也站上基线了 在这边其实量还没出来 量还没出来 其实我会跟投资人有报告 现在量没有出来之前 你先低档去做布局 你在这边 它反正你不会跌 你之前没涨到 这边也不会跌 营收这两家都是有创高的 所以股价在这里面 站上基线之后 随时量一来 你看这里扣底也是向下 一向下这基线翻译 就会有助攻的力道 再来就是像亚航 它是营收没有创高 小幅衰退 但它比较特别是 它在11月份已经取得了 波音737 MAX的一个维修认证 它也有美国航空局的一个认证 这个是比较难的技术 这个维修的部分 加上说它8月取得 韩国的航空局的 维修的一个认证 所以很多 不管是军机的维修 或者是民航机的维修 它都有那一样 这是不是一个底部 这是左肩 这是右肩 机线扣底未来向下 站上的机线 你看这边都有攻击量 走势都很类似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就像那个 那个谁 我们之前在看生计 在涨是不是涨一样 华城重电在涨 也是涨一样的形态 都一样 来 助容 也是一样 对不对 这机线扣底也在这里了 OK 好 也是波音737 这是它主要的客户 要做引擎 这难度更高 这个营收也是有创高 所以我说整体来讲 这些都位阶低 既然这一段指数 在大整过程跟它没有涨到 没有关系 下档风险是不是小 营收基本上都是往上冲高 或者是未来会开始冲高的 我想这些个股 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 除了军工航台还有什么个股 年底忘记 我们会想干嘛 买车 今天有人上新高 中华车上新高 中华车上新高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它代理的这个叫MG 现在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MG这家公司 它其实是哪里的车 中国 对 中国车 不要以为它取个英文名字 以外是英国车 来 它是中国车 然后它其实造型真的漂亮 价格很便宜 CP值很高 所以中华车代理它之后 这一波又再创新高 但创新高 基本上这就不是 我在推荐的一个 好的一个位置 我们的这个可以卖那么好 创新高主要是因为 台湾利率相对低 我们贷款利率比较低 不像国外 现在国外的贷款利率都很高 那我们就要再看到 最近电动车其实卖不好 电动车特斯拉也卖不好 因为它降价降太凶 销售好像有瓶颈了 大家觉得我可能 买没多久的话就跌价 跌价 而且电动车本来 它的折旧就非常高 大家都要想电池 所以这一波的电动车 相关概念股大家都回得很深 可是有人默默地站上级线 这个很贵 德威 MOSFIT 新的 技术又成来了 过去大家看到 这个车用的电子 它算是股王 股价敲车在今天上级线 那它的级线会不会一路攻 不会 它应该在这边做整理等待 等待谁 等待其他相关的股价慢慢上来 那国内整理二集体 电动车里面像同层 好 这个是不是底部也打出来了 前一阵台出了一个量就攻击 那财报不够漂亮 所以他在这边做整理 但这里位置是安全的 这里是安全 再来汉磊这碳化系 两年没涨了 两年没涨 那明年他有讲 明年他可以开始 什么碳化系的订单 有可能 因为不管是车用 或者是工艺用的认证完成了 那完成了再加上营收 它的整个产能慢慢的扩大之后 明年他就有机会 重新拿回到碳化系 这一个新材料的一个订单 所以股价在这边 也是占上基线之后 在基线附近整理 营收不好 没关系 因为都过去了 明年才是 我们真正要去留意他 营收成长的时候 现在先留意他 股价的位阶 比如说筹码 是不是开始做安定 好 刚风路段 我们看到 包括像是航太 汽车 这些都是所谓 比较低位阶的转机股 可以留意 不过就在总统大选 倒数之际 现在有台版晶片 禁令支撑的 国家核心关键技术 我们要请教陈顾问 第一波的清单出炉 这一次总共有 22个关键技术 已经开始要列入保护的范畴 它涵盖的范围 其实还蛮广的 还有半导体 也包括在内 对 我们看 这个台版的国安法 到底是哪一年定的 就是一年前 去年的5月20号 立法院删读通过 国安法还有修改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里头引起 产业界关注的是什么 因为新增加的经济见点罪 新增加的影响会有多大 当然就是关起来还有罚钱 所以我待会会讲 关多久 罚多少钱 这里头比较关键是说 中港澳地区 还有境外的敌对势力 如果你是窃取 泄漏 还有重新编阻整合 国家的核心关键技术 要罚最高12年 蛮重的 对 还有1亿 1亿 1亿下 对 如果说你把核心关键技术 拿到对岸 中港澳地区的话 那你就是拿 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还有5000万以下的罚金 500万以上 5000万以下的罚金 最高可以罚到5000万 对 今天新闻不是说 政府破了一个共谍案吗 如果说他的犯件所得 超过了1亿 或者超过了5000万 那他罚金是你所得利益的2倍到10倍 加重处罚 加重处罚 对 好 那当然这里头 什么叫核心关键技术 隔了三天工业总会 就是我们台湾最大的机构 工商团体 工业总会召集大家 因为对产业界影响很大 所以他提了三点建议 第一点你一定要说清楚 什么叫核心关键技术 第二个你一定要滚动修正 第三个一定要正面表列 正面表列 对 我等一下会特别说明 什么是正面表列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他是针对核心技术人才 才事前审查 也就是说你要去中港澳 都要先经过政府相关部门 核准以后 你才能够到中港澳 或者到一些境外敌对的国家 不是说去就去 对 所以他就是说 那到底接受政府委托或补助的比例 是多少 所以待会我也讲 到底政府出资跟补助的比例 是多少 好 那我们来看 什么叫正面表列 他就是列出了22项 好 飞鱼你看这里头 国防还有航太占多数 还有一部分是农业 跟台湾最有关联的半导体 其实只有两项 资安有三项 是 那为什么大家特别 你看媒体 那个企业界 为什么特别关心半导体 因为半导体 对台湾的GDP 我对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影响最大 好 特别请到顾问 这当中除了14奈米加制程之外 有特别提到 现在也有一些专家说 包括益子整合封装技术 还有细光子整合封装技术 他就说如果说把它保护住了 可以确保台湾 在未来10到20年 一直都处在领先的地位 真的是如此吗 当然 为什么飞鱼 你会特别问封装 因为我们的封测 封装测试的产值 占全世界54% 好过半 我们是世界第一 那为什么美国 美国在订出口管制措施的时候 没有特别提到封装测试 就是这个一直整合 因为美国的封测的产值 只占全世界17% 降低 很低 很低 对 而且它在全球排第三 反观 第二是谁 中国 中国占全世界23% 仅仅跟随在台湾后面 所以台湾一定限制 会比美国严格 因为美国关联度不那么大 台湾的威胁跟竞争优势 要保住的话 所以对我们的影响会比较大 我们说这个一直整合封装 我们讲COVAS 就是还有最近很热门的 叫CHIPLET 小晶片封装 大陆一直在发展这一块 对 中国一直都在发展 像我们讲SMIC中芯国际 就是这一部分做得最好的 所以政府为了保有我们 在全世界的竞争优势 它当然跟美国不一样 我们特别加了 一直整合封装技术 它目的是要保护 我们的竞争优势 那当然你就会撕掉 中国市场 所以保有竞争优势 跟订单这当中 怎么取得平衡 有些也不是全部对厂商有利 就是有些厂商 还是会受到冲击 对 但是这个措施14亿 至少让我们的竞争优势 保有五年 应该是OK的 对 好 那第二个 当然就是14奈米以下 14奈米 这个跟拜登政府的出口管制 是同步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不意外 那为什么14奈米 对我们影响很大 因为我们的14奈米 占全世界高达70% 那70%里面对谁影响最大 当然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的南京厂 就是晶圆16厂 它是28跟16奈米 那如果未来这个南京厂 16厂想要发展14 12奈米的话 当然就会受到影响 那为什么这个前几天公布的 对台积电的股价影响不大 因为目前我们在海外的投资 都是在14奈米以上 所以对台积电影响不大 在中国大陆 都是以成熟制成的为主 但是有一个就是 以后你只要拿到政府补助 超过五成的 然后又跟这个22项清单有关的 恐怕都要受到特别的关注 那你觉得这样子一个规范的话 对什么样一个族群的话 可能会比较大的 研发 标准 主要是研发人员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的是 日籍球星大股祥品 它一指天价的合约 真的是震撼全世界 那么为什么报导会说 其实这个到期 签下的大股祥品不会后悔呢 而且明年有奥运它的商机 以及相关的哪些概念股可以收回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